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洪欢 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到了华盛顿 来到了国会山前边 今天是2017年8月20号了吧 太阳马上要落山 现在要抢着给大家来一个360度的全景照 很多中国朋友可能到这儿来过 这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华盛顿 国会山 民主的圣地 这也是我们未来中国人民实行民主的时候 学习的一个榜样 可以仿效他们 仿效他们比我们重新搞一个新的民主制度 要省事的多 要经济的多 好谢谢大家 我现在提出几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首先我想问问 你认为王岐山会搞民主化吗 这个问题确实有人在推上 有人挑拨离间了 有人是说因为郭文贵先生爆料以来 暴露了很多王岐山同志的一些问题 包括他的妻子 是美国公民 持有美国护照 包括他在80年代就开始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构织了大量的豪华房产 包括他的这个来历不明的几个私生子或者养女 掠夺 就是侵占 化工为私 海航大量的资产 好像王岐山 是一个 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罪人 虽然没经审判 郭文贵已经审判他为罪人 是盗国贼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我呢 也做了一个系列节目 要讲到金融四人帮 真正的窃国大盗 王岐山 那么前两天我又做了一个 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政治前景的一个前瞻 我提到 就说这个王岐山的这个民主化的这个潜力 有可能比习近平还要大一些 那这个呢 当然是有争议的 有人这两天一直通过各种办法 让我对这个事情有所澄清 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啊 跟大家再进一步的详细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说那个话 说那个话呢 是有一个条件 当时没有特别交代清楚 现在就想把这个事情说起来 这个王岐山走向民主 站到民主阵营的时候呢 一定是有一个关键的条件 就是说中国的社会 已经高度紧张 人民对他的压力已经足够大 王岐山如果不做出 倒向民主化的这个选择的话 他只有死路一条 就是说他可能只有十个小时的决策时间 如果再不站到人民一边 再不带领中国搞民主的话 那人民就要把他抓起来推向街头砍头了 这个时候 如果同样的条件 用在王岐山身上和用在习近平身上 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 王岐山有可能会向民主妥协 他可能会尊重民意的压力 就是说他可能会学叶利欣 这就是我对王岐山的预判 因为他内心里面 真的是认同我身后的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 他相信美国这样的制度 保护他和他的家人的私有财产权 这个非常重要 同样的压力 放在习近平的身上的时候 未必有这样的结果 同样的压力的话 那么习近平会怎么做呢 他的女儿 习明泽也在哈佛大学留过学 对吧 大家都知道 那么他上位的时候 他也受到了压力 他的压力不是说对美国这个社会制度保持信心 而是恰恰相反 他一声令下让习明泽回到了中国 那么习近平现在的政治立场很简单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是表面上忽悠美国 有一万个理由 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 但是他采取的政策 恰恰是邓小平的那个 韬光养晦 准备战斗 就是说他的政治立场 对美立场 是中国军方的立场 他的立场 就是以美国为敌 也就是说 与自由为敌 与民主为敌 这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区别 我认为这个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那个挑拨的人 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观察他们的真实的目的 李先生 现在呢 这个文贵的现象越来越热 就是你怎么看他这个文贵现象的本质 怎么看这个国旗条 文贵的现象本质啊 我觉得非常简单 因为中国社会当中 六七十年以来 凝聚着大量的冤屈 这个冤屈是有几亿中国人的生命凝聚起来的 这些冤魂啊还在我们的上空 在华夏的上空啊 他不肯离去啊 他要看着我们这代中国人 把共产主义的这个邪恶制度终结 这个这个力量呢 一直得不到抒发 中国人绝大都是我们的知识分子 你看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是什么玩意儿 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都是一不要脸 为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益 出卖良知 跟共产党妥协 这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形象 就是说中国人已经被共产党彻底打断了脊梁骨 那么就是 所有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一个是一个邪恶的 淫威制度 没有人敢站下来跟共产党挑战 极少数站起来了 全部被共产党消灭 那么文贵横空出世 他身上凝聚着巨大的能量 这个能量是不能用人的本性来解释的 所以我说 他是水浒里的108将那个妖魔 他是共产主义 共产党宣言 欧洲上空的那个幽灵 这就是一种神秘的力量 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具有巨大的破坏力 因为要想捣毁共产党这个专制体制 咱们一般的人力 咱们的能量是不够的 那么 郭文贵恰恰恰是这个超自超自然的力量 他就是水不凉三血的社会要动乱了 社会要乱了 天下大乱的时候 妖魔出洞了 有人说这个郭文贵是一个塔西陀黑洞 这是他下发明的一个吊词 叫塔西陀黑洞 五毛的文章 黑洞就是把所有东西进去了 就是文贵这样的胡说八道 最后全部到黑洞 没有人信 恰恰相反 这个文贵的出现 恰恰是不是塔西陀黑洞 是塔西陀陷阱 就说老百姓 不管你政府说什么 一概不认 因为你过去一直在撒谎 所以文贵出来 不管他说的这些料 他报这个料 有多少真实成分 群众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 就发现特别对呀 他说这个黄燕的小手 虽然现在他那个证据没亮出来 他说这个王金山 给某明星 用手指都抠人家 虽然还没看到那个视频 但是群众觉得和我们的生活 怎么这么近呢 怎么这么真实呢 这就是文贵的魔力 这就是文贵的魔力 他呀 会带领我们 把共产党的这个铜墙铁壁 彻底摧毁 炸开一条洞 他炸开这条洞 说我这个民间的高人 就要出来了 该出来就出来 出来一鼓作气 踏着文贵的阻迹 把共产党干掉 这个 这是我们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那个民运里边 也好 或者是一些吃饱了撑的 有些知识分子 酸不溜秋的 老说人家文贵这个那个的 这全是我说智商呢 有问题呢 这个很伤感情 我不用这个词 就是说实际上 要不就是别有用心 要不就是他没想明白 中国社会的本质是什么 文贵现象的本质是什么 文贵现象的本质 文贵现象的本质 是社会的巨大不公 中国上空的巨大的阴魂 几亿人的生灵涂炭 在中华大地的上空 在这儿要捣毁共产党 要来报复共产党 这就是文贵现象的本质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 不要管文贵怎么说 你就支持文贵就对了 这就是我李洪宽 今天想给大家表达的 这么一个意思 这是无条件的支持这个文贵 这个第三个呢 就是你怎么看待 这个民主革命的前景 我觉得民主革命的前景 非常乐观 现在因为文贵的出现 让这个各行各业的人 不仅仅是草根民众了 也包括这个官员 中共的官员 他们现在在这个 选择性反腐的这个 魔招之下呀 实际上生不如死啊 随时有可能被双规 这一双规啊 就是法外实行啊 都是严刑酷打 都是签字划压 都得认罪 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另外呢 中国的这个社会经济精英 这个民营企业家 财富得不到保障啊 随时随时可能给你 因为你在中国做生意 你不可能不搞官商勾结 你不可能不行贿呀 你不可能不触犯 中共的这个恶法呀 你一触犯怎么办呢 你把柄被共产党转着 任何一个企业一查都有问题 都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中共的法律 这种法律就叫做恶法 再加上中国它不是一个依法治国 它胡搞 它以警治国 以黑治国 这是老郭讲的过几条 这个很有道理呀 这个 这个局面必须得终结 终结的办法 只能通过革命去终结 那么有人说呀 改良啊 革命有人说我是改良派 有人说我是革命派 这个争论啊 到现在已经争论了五六年了 结论早就有了 在中国要想改良 你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你一个民运人士 你一个维权人士 你没有资格谈改良 什么原因啊 搞改良至少得 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 就是提出一个东西来 咱们把这个媒体开放吧 咱们把网络防护墙给它拆了吧 或者说咱们这个把农村的土地 让规划农民吧 让农民可以卖土地 城市人可以到农村卖 这样的好事 凡是对人民有利的改良 民间老百姓只是推动 他马上给你抓起来 明白吧 所以你老百姓 你没有权利谈改良 你知识分子谈改良 全是给共产党帮腔的 都是小妈大帮忙 欺骗中国人民 有资格搞改良的 只能是中共的高官 过去活跃帮这样的人 他有资格谈改良 他的下场怎么样啊 赵紫阳这样的人 有资格搞改良 下场怎么样啊 大家都知道吗 对吧 他不是给弄死了吗 最后给关着囚禁死的吗 在家里坐牢 弄死的吗 老百姓根本就没有资格谈改良 老百姓 只有抗暴的权利 这个抗暴的权利 就是说政府向你施暴的时候 你以暴制暴 这就叫革命 过去农民造反 水不凉山上山 也是以暴抗暴 就是朝廷 朝廷的这个爪牙 来侵犯你的基本权利的时候 你不是像林冲那样的 扶手就范 而是你要反抗 这就叫革命 中国人现在只有革命的权利 没有改良的资格 这么简单的道理 很多臭知识分子根本就说不清楚 他们在这忽悠中国人 现在网上也有很多人老跟我挑战 我就不搭理 实在挑战 要是那时候完全不见道理 我就拉黑了 我今天拉黑了几十个 有的人后悔了之后 找我要求是这个能不能解剑 对不起了 我没有时间辅导你 你等到 你再等一两个月 你等几天 等到这个中秋节的时候 中秋节的午夜十二点 李洪宽要实行大赦 要把所有拉黑的人解剑 大赦时间 那个时候再见 在这之前 我没有时间精力和一个人跟你解决这些低于常识的问题 这个就不是智商问题 这是个良知问题 你没有基本良知 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的时间 良辰美景很多 美食也很多 美酒美食美女 到处都有好东西 生活当中的好东西很多 咱们没有必要把生命浪费在这 现在呢 我的时间到了 再给大家看一个360度的这个全景 咱们今天就直播到此结束 条件 就是说中国的社会 已经高度紧张 人民对他的压力已经足够大 王岐山如果不做出导向民主化的这个选择的话 他只有死路一条 就是说他可能只有十个小时的决策时间 如果再不站到人民一边 再不带领中国搞民主的话 那人民就要把他抓下来 推向街头砍头了 这个时候 如果同样的条件 用在王岐山身上 和用在习近平身上 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 王岐山有可能会向民主妥协 他可能会尊重民意的这个压力 就是说他可能会学叶利欣 这就是我对王岐山的预判 因为他内心里面 真的是认同我身后的美国这样的这个民主制度 他相信美国这样的制度 保护他和他的家人的私有财产权 这个非常重要 同样的压力 放在习近平的身上的时候 未必有这样的结果 同样的压力的话 那么习近平会怎么做呢 他的女儿 习明泽 也在哈佛大学留过学 对吧 大家都知道 那么他上位的时候呢 他也受到了压力 他的压力不是说对美国 这个社会制度保持信心 而是恰恰相反 他一声令下 让习明泽回到了中国 那么习近平现在的政治立场很简单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是表面上忽悠美国 有一万个理由 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 但是他采取的政策 恰恰是邓小平的那个 韬光养晦 准备战斗 就是说他的政治立场 对美立场 是中国军方的立场 他的立场 就是以美国为敌 也就是说 与自由为敌 与民主为敌 这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区别 我认为这个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那个挑拨的人 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 观察他们的真实的目的 李先生 但是现在呢 这个文贵的现象越来越热 你怎么看他这个文贵现象的本质 怎么看这个国旗条 文贵的现象本质 我觉得非常简单 因为中国社会当中 六七十年以来 凝聚着大量的冤屈 这个冤屈 是由几亿中国人的生命 凝聚起来的 这些冤魂啊 还在我们的上空 在华夏的上空啊 他不肯离去啊 他要看着 我们这代中国人 把共产主义的这个邪恶制度 终结 这个力量呢 一直得不到抒发 中国人绝大都是 我们的知识分子 你看我们的知识分子 都是什么玩意儿 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都是一行大量的资产 好像王岐山 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罪人 虽然没经审判 郭文贵已经审判他为罪人 是盗国贼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我呢 也做了一个系列节目 要讲到金融四人帮 真正的窃国大道 王岐山 那么前两天 我又做了一个 王岐山和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他们的这个政治前景的 一个前瞻 我提到 就是说这个 王岐山的这个民主化的 这个潜力 有可能比习近平还要大一些 那这个呢 当然是有争议的 有人这两天啊 一直通过各种办法 让我对这个事情有所澄清 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啊 跟大家再进一步的详细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说那个话 说那个话呢 是有一个条件 当时没有特别交代清楚 现在就想把这个事情说 这个王岐山走向民主 站到民主阵营的时候呢 一定是有一个关键的条件 就是说中国的社会 已经高度紧张 人民对他的压力已经足够大 王岐山如果不做出 导向民主化的这个选择的话 他只有死路一条 就是说 他可能只有十个小时的决策时间 如果再不站到人民一边 再不带领中国搞民主的话 那人民就要把他抓下来 推向街头砍头了 这个时候 如果同样的条件 用在王岐山身上 和用在习近平身上 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 王岐山有可能会向民主妥协 他可能会尊重民意的压力 就是说他可能会学叶利欣 这就是我对王岐山的预判 因为他内心里面 真的是认同 我身后的美国这样的 这个民主制度 他相信美国这样的制度 保护他和他的家人的 私有财产权 这个非常重要 同样的压力 放在习近平的身上的时候 未必有这样的结果 同样的压力的话 那么习近平会怎么做呢 他的女儿 习明泽 也在哈佛大学留过学 对吧 大家都知道 那么他上位的时候 他也受到了压力 他的压力不是说 对美国这个社会制度 保持信心 而是恰恰相反 他一声令下 他让习明泽回到了中国 那么习近平现在的政治立场很简单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是表面上忽悠美国 有一万个理由 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 但是他采取的政策 恰恰是邓小平的那个韬光养晦 准备战斗 就是说他的政治立场 对美立场 是中国军方的立场 他的立场就是以美国为敌 也就是说与自由为敌 大家来一个360度的全景照 很多中国朋友可能到这儿来过 这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华盛顿 国会山 民主的圣地 这也是我们未来中国人民 实行民主的时候 学习的一个榜样 可以仿效他们 仿效他们 比我们重新搞一个新的民主制度 要省事的多 要经济的多 好 谢谢大家 我现在提出几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个首先我想问问 你认为王岐山会搞民主化吗 这个问题 确实有人在推上 有人挑拨离间了 有人是说 因为郭文贵先生爆料以来 暴露了很多王岐山同志的一些问题 包括他的妻子 是美国公民 持有美国护照 包括他在80年代 就开始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 构置了大量的豪华房产 包括他的这个 来历不明的几个私生子或者养女 掠夺 就是侵占 化工为私 海航大量的资产 好像王岐山 是一个 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罪人 虽然没请审判 郭文贵已经审判他为罪人 是盗国贼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我呢 也做了一个系列节目 要讲到金融四人帮 真正的窃国大道 王岐山 那么前两天 我又做了一个 王岐山和习近平的 他们的政治前景的一个前瞻 我提到 王岐山的民主化的潜力 有可能比习近平还要大一些 这个当然是有争议的 有人这两天 一直通过各种办法 让我对这个事情有所澄清 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再进一步的详细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说那个话 说那个话是有一个条件 当时没有特别交代清楚 现在就想把这个事情说 这个王岐山走向民主 站到民主阵营的 这个政治前景的一个前瞻 我提到 就说这个王岐山的 这个民主化的这个潜力 有可能比习近平还要大一些 那这个呢 当然是有争议的 有人这两天啊 一直通过各种办法 让我对这个事情有所澄清 我想今天借这个机会啊 跟大家再进一步的详细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说那个话 说那个话呢 是有一个条件 当时没有特别交代清楚 现在就想把这个事情说 这个王岐山走向民主 站到民主阵营的时候呢 一定是有一个关键的条件 就是说中国的社会 已经高度紧张 人民对他的压力已经足够大 王岐山如果不做出 倒向民主化的这个选择的话 他只有死路一条 就是说他可能只有十个小时的决策时间 如果再不站到人民一边 再不带领中国搞民主的话 那人民就要把他抓起来 推向街头砍头了 这个时候 如果同样的条件 用在王岐山身上 和用在习近平身上 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 王岐山有可能会向民主妥协 他可能会尊重民意的压力 就是说他可能会学叶利欣 这就是我对王岐山的预判 因为他内心里面 真的是认同我身后的 美国这样的民主制度 他相信美国这样的制度 保护他和他的家人的私有财产权 这个非常重要 同样的压力 放在习近平的身上的时候 未必有这样的结果 同样的压力的话 那么习近平会怎么做呢 他的女儿 习明泽 也在哈佛大学留过学 对吧 大家都知道 那么他上位的时候 他也受到了压力 他的压力不是说 对美国这个社会制度保持信心 而是恰恰相反 他一声令下 让习明泽回到了中国 那么习近平现在的政治立场 很简单 所有的人都知道 他是表面上忽悠美国 有一万个理由 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 但是他采取的政策 恰恰是邓耀平的那个韬光养晦 准备战斗 就是说他的政治立场 对美立场 是中国军方的立场 他的立场 就是以美国为敌 也就是说 与自由为敌 与民主为敌 这就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区别 我认为这个区别是非常明显的 那个挑拨的人 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 观察他们的真实的目的 李先生 现在呢 这个文贵的现象越来越热 你怎么看他这个文贵现象的本质 怎么看这个国旗条 文贵的现象本质 我觉得非常简单 因为